现在手机网络的发展相当快速 为了让社区长辈能够辨识讯息的真假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深入社区 开办媒体试读课程 并制着媒体经验与民众交流分享 怎么让我们来区别 什么是真消息 什么是假消息 给老人家 本来老人家一听到什么 好像都觉得是真的就开始传 传的结果到后来是假的 因为这样比较良品 所以我们要够厄外 不知道有点多进步 长师在课程中不但教导长辈们 如何分辨假讯息 更教导爷爷奶奶们 如何拍摄照片 制作影片 现场长者们也都认真学习 主动发问 并纷纷表示 过去他们对3C产品充满不了解 今天透过课程学习到许多新知 也觉得自己更加年轻 没有像向外传的全 round llegar 对对对 老人家就說我們不能拍攝 就來聽了就聽了 現在我們調整有辦法 就說我們算了 我們如果要出去 攝影也好 農業也好 要記得 至少要有一兩個園景 來代表你這個環境的所在 來給我們想這個 就是手機嘛 手機的攝影的 還是製作相片 很感謝 我們這裡每個人都很開心 來 再來 再來 每個人都很年輕 因為他們看他們 只是一直要問問問問 表示他們對這個課程很有興趣 不管是假訊息的分辨能力 還是平時常用到的 拍攝技巧功能 社區的爺爺奶奶們 都專心的學習操作 希望透過媒體試讀的課程 幫助長輩免於受騙 也成為假訊息的主角者 安靜地 美麗四度參謀 記者張世民 潘文玉 高雄報導 敦文玉